美国政府 他们已经在心里决定了 什么想要做 任何谈判或谈判 我认为不认为他们会进入 这是居住在美国 俄勒冈州哈尼郡伯恩斯市郊区的 派友族部落领导人 针对在今年年初发生武装人士 自称是公民争取宪法自由行动 占领当地马鲁尔国家公园 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办公室的事件 召开记者会 希望这个占领行动可以立即停止 并且担心会损害到 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迹 以及对族人而言 这是对神圣土地的严重侵犯 族人也认为 这些白人占领者 根本就忽视了这片土地的历史 也否认占领者所提出 要协助当地居民保障土地权的主张 不请自来的占领行动 是再度侵犯援助民族的土地权利 我们,加上市都没有任何人 这群人都没有人来 我们,加上市里的民族 都没有任何人来到这里 我们,加上市里的民族 我们不用任何人来到这里 我们不需要人来到这里 我们不需要他们去抵抗 我们已经生活不过 我们已经生活不过 他们之前 我们以前在他们生活不过 就他们都要出现 他们已经出现了 他们都要出现了 他们都要出现了 這個武裝團體是為了聲援當地 因為野生動物保護區禁止放牧的問題 已經和聯邦土地管理局爭執了幾十年的 一對牧民父子而發起的佔領行動 而對派右族人而言 雖然也和美國政府之間 長期存在有土地和水資源的爭議 也因為保護區的設立 而被限制魚獵採集的權利 但並不需要同樣是外來侵略者的 武裝團體來當代言人 武裝團體領導人也作出回應 這些佔領者認為 權益被政府剝奪 但事實上哈尼郡的土地 直到美國內戰之前 大部分都是派右族人的土地 脫荒者壓迫兼勇暴力 讓民意上保留給原住民族的土地 更加有名無實 阿勒岡脫荒時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 就是從血腥地驅逐原住民族開始 最後是以聯邦將工地私有化告終 而為了避免流血衝突 政府當局截至目前為止 對這次的佔領行動 並未採取強硬措施 記者獨秘 林柏鴻編譯 措施 短 5